高手在这里为大家做实地的展示 同时呢也请我的同事 洪刚老师啊 现场的为大家来解说这个比赛 那么我们掌声的请出 男双新秀宏伟 汤姆斯杯世界冠军郭震东 奥运冠军李雪瑞 于洋 蔡云 傅海峰 这个三打三的比赛也可能是三男三女 也可能是两男带一女 两女带一男的机会不多 但是今天在这里呢 我们在场上该怎样的站位 这个比赛的过程将会非常的激烈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手中的各种摄录器材啊 不在意大家来拍照来记录 重点呢还可以听听我们洪刚老师的解说 大家从中学到一点羽毛球的实战技巧 好 请大家尽心地来欣赏羽毛球三打三表演赛 好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2013首届CTTV赫岁杯的转播 今天大家看到的是赫岁杯的第三天 今天正好也是腊月23 中国传统的季造节也是大家所俗称的小娘 在这一天呢大多数家庭都要吃一个团圆饭 这一般也就意味着这个过年这个年也就开始了 接下来大家看到将会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比赛 羽毛球的三打三 这场比赛呢一边出的是三位奥运会冠军 蔡云 富海峰 李雪瑞的组合两男一女 另外一边呢是奥运冠军于扬和南队的队友 宏伟和郭震东 三打三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当中 取评到转播当中应该是第二次出现 第一次是在2008年汤姆斯杯预赛上 大家看到这是富海峰 那在赛前呢我们也看一看富海峰 对三打三的理解和介绍 正式的比赛还没出现过 在三打三场上 训练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打 在比赛赛场中 我们可能这是第一次尝试三打三的比赛来面对观众 三打三和双打有什么不一样 三打三更多体现的可能是三个人的团队配合 还有个人的实力也非常重要 因为三打三体现的是一个人在往前 发接发 通过发接发抢往 然后给后面的两个同伴来创造机会进攻 而在后面的进攻的两个同伴 要具有非常进攻威胁的实力的一个队员 来站在这个两个位置上 对于你这个新搭档 李雪瑞是什么平台 雪瑞的双打水平也是非常好的 包括大家可能在电视上也经常看到他打双打 因为俱乐部联赛 他也肩负着打女双这个角色 所以应该挺相信他的 包括我的搭档蔡云 我想我们应该能取胜 可以看出呢 富海峰对三打三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这个项目呢是李永波总教练力推的 羽毛球要走向市场的一个新的比赛方式 参与富海峰也是一项国内的业余三打三比赛的形象 所以他们对三打三的比赛当中的经验和认识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中国运动员对这个都非常熟悉 宏伟发球 比赛的规则 积分方式跟单双打这次采取一样 0比0 大家可以理解为男双加一个女选手 这个有一名选手 双方各有一名选手是不参与发接放 首先三打三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场上的来回球更多 而且他的速度更快 现在双方都采取了两名男选手在后场进攻 女选手在前半场封网的这种赛事 在今年前几天呢 我也到福建采访了前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主教练 陈宏和陈日老 我也问了一下这个优秀的教练员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他其中提到一点 就除了敬业啊这些各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之外 他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你在训练当中要有手段 就是要有办法 因为运动员呢 专业运动员每天进行训练 这个过程是非常枯燥的 你要让选手运动员在训练当中 保持新鲜感的话 教练必须有手段 让运动员能够在高强度的训练当中 一直保持肌情和投入 又能达到训练效果 三打三这种比赛方式 就是中国羽毛球队在训练当中 所尝试的一种手段 就是让选手们不是你打双打的 就每天上去就俩人打双打 单打的也不是每天就一对一对抗 而是在比赛当中 利用二对三一对二 甚至一对三或者二对四 包括三打三 就是利用不同的形式 或者分组对抗 或者是以一对二一 以一对三或者二对三二对四的 就是这种不同的方式 来保持运动员训练当中的新鲜感 这样呢就产生了三打三这种比赛形式 在刚才这个防守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呢 隋叶红伟 红伟和郭震东这边采取的就是 因为于阳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 双打运动员女选手 所以在刚才他们采取了三个人 都撤下来防守的一种战位 对 三打三的战术变化 比双打又要更多一些 可以两个人在后场 一个人在前场 也可以一个人在后场 两个人在前场 所以看你的三个人的组合的能力如何 也可以三个人同时下来防守 现在发球的是红伟 红伟呢是在青春期 他的就是到十六七岁的时候 个子长得特别快 因为男孩一般都后发育 在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 他很快地长到了一米九零 现在也是中国羽毛球队 身材最高大的选手之一 郭震东 郭震东和红伟也是有搭档的基础 他们在上阶级会四年以前 就进行了比赛 穿着白色圆领衫的就是 他是来自河北北京队的杜鹏宇 也是中国男单的主力选手 他在拜年的时候说了一句 欢迎大家去吃保定的驴肉火 我说你这个应该给大家带过来 不应该让我们去保定出 太远了 他说没那么多 5比4 郭震东接发球 6比4 现在三打三的规则 这个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比赛规则出来 主要还是在摸索这阶段 现在一番采取的都是 实际上就理解为一场双打加一个人 只有两个人参与发击发 发击发的规定跟双打一样 刚才这个球就是在李雪瑞 他们这边主动的情况下 李雪瑞和傅海峰两个人双压往 两个人都压到了往前 就因为他们已经很主动了 对方很难把这个球再顶到后场 所以两个人都来到往前 给对方制造更大的压力 黄雪瑞虽然是女子单打的奥运会冠军 但是她是一个在八一队比赛 在解放军队比赛的时候 单双打奸向的选手 包括前不久的全国锦标赛 她也是单双打奸向 因为现在羽毛球运动的发展水平越来高 所以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 专业化分工也就越来越多了 现在打到世界一流水平 和李雪瑞这个水平 能够单双打奸向打比赛的 已经不多了 男队员当中有现在给我们 做解说评论的龚伟爷 或许他在福建队在厦门队比赛 也是打成功比赛单双打奸向 889 8比6 而且关键是要奸到都是高水平 这个很难 奸向的可能比较多 但是奸向都在高水平的不多 包春来大家也非常熟悉 他也是单双打水平都很高的一个选手 我也看过包春来打3打3 现在在国内的一些业余比赛 也是采取了全国的3打3比赛 这个球有拍数很多 三打3比起双打来呢 最大的提升 观察一下的提升 就是他的拍数比双打还要增加 比双打还要多 因为场上多了一个人 大家攻防防所顾的面积都更大一些 像这种情况下 一般就更难直接攻击 外风在对方起到他头顶的时候 这边突然攻了一拍大对角 郭震东也准备不足 现在奥运会三块金牌的组合 蔡云 傅海峰 李雪瑞 10比6领先 另外一边奥运金牌只有一块 就是于阳 宏伟 由于他身材很高 超过一比90 所以这种沙球 而且他的发力一般还是不错 以这样的身高有这么协调的发力 也不容易 所以这个沙球 他的沙球分量是很重的 忽然投一个后场 好球 利用发球的时候 动作上的一句劲 欺骗了外风 因为宏伟有这么高的身高 所以他在发球的时候 在不为力的情况下 他击球点也很高 宏阳这边所采取的战术 还是想办法把球给到李雪瑞的后场 因为对方的三个人 这女选手的后场 怎么来说都是相对要弱一点 然后再来抓沙球反攻的机会 10比10 利用宏伟发球的这一轮 他们又连续得分 现在追到10比10 方发球 11比10间歇 现在打到了11比10 到了第一局的间歇 我们再来看一段 中国羽毛球队 队员在比赛当中 这个 来回球是非常快 其实这段被连续追分的还是宏伟利用他的发球 他的个儿很高 所以发过来的球就像欧洲的一些双打选手一样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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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发的人很吃力 20秒 11比10 继续比赛 11比10 是 富海峰发球 郭震冬接发球 双方基本上采取的战术还都是就是发完球 发接发的这个人呢负责往前 发发球 11比11 另外两名选手在后场 双方都是采用了女选手不参与发接发的这个打法 其实三打三的规则是你可以随便指定 放发球 12比11 双方阳发球 红队拨半场 宇阳还是很有目的性的把球打给李雪瑞 转入反攻 这球宇阳防得漂亮 但是出球的质量还是差一点 最后 郭震冬这个出球给了一个半场 刚才这球呢李雪瑞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单打奥运冠军的双打意识 就在余扬连续批掉往前 就是打给他的情况下 他突然的抢往 抢出了机会 15比11 1 比分又一次拉开到4分 参与虎海峰 李雪瑞领先4分 半发球 12比15 半发球 这球弹了网带 虎海峰接发球 12比12 十三分之后 快推 有一定运气帮忙 滚往球 快方前滚往前很积极 但是几次机会都没有打到 半发球 13 16 16 虎海峰处理得很聪明 看到虎海峰已经倒地了 把这球往他身上抹 虎海峰没准备 去球出边线 8、8、9 17、53 其实三打三呢 这个项目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觉得羽毛球 一般被人认为是一个个人项目 尤其是三打 很像林丹 这个个人能力很强 就能够打到 一个人就可以左右比赛 但是其实羽毛球 从它变成双打开始 从单打变成双打开始 就已经成为一个团队项目 当它形成三打三的时候 就更是一个团队项目 就这个一个人的能力 已经不能决定以下的身体 19比14 20比14 20点 20比14 这是大家看到的 我们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特别制作的首届 CCTV杯的奖杯 这是央视总部大楼的模型 289 15比20 16比20 16比20 最终21比16 第一局是蔡云霍海峰和李雪瑞这边取得了胜利 稍后我们再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大家好 无论回家有没有带礼物 我们回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中国羽毛球队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希望大家回家 能够开开心心过大年 大家好 我是中国羽毛球队 顿口雨 今年春节 我回我的家乡河北宝殿过年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 尝一尝驴肉火烧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首届CCTV贺岁杯的羽毛球对抗赛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今天羽毛球对抗赛的第二场球 三对三的比赛 这种比赛方式 可能对于大多数电视观众 和爱好者来说 羽毛球爱好者来说都比较新鲜 虽然现在在国内 已经有了业余的三打三 全国性的业余比赛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 三打三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比赛方式 今天场上的双方队员 一队 在屏幕上方这一队 是蔡云 富海峰 加上林哲瑞 三个奥运会冠军 另外一方在屏幕下方这边 穿着红色运动服的是 郭震东 宏伟 加上奥运冠军 放发球 三 以一 刚才这个时候呢 因为赫海峰发完之后 他是负责往前 当对方攻下来的时候 他就一直没有机会抬头 这比赛当中还没有看到 赫云赫海峰他们这边采用轮转 不像他们两个人打男双的时候 都想办法打轮转 造成赫海峰在后场 但是形成三打三之后 他大家都是在场上固定站位 比较多 现在是宏伟和郭敬东那边 有一个轮转 但是轮转完了之后 两个人出现 三个人出现了误会 二比四 于扬在后场打完一拍之后 马上转到前场 转到往前 这个球就是不太习惯 这如果是当初打双打的时候 可能郭敬东这个跑位是没错的 同伴会给他补后场 郭敬东的防守漂亮 好球 这球首先是郭敬东的防守 非常漂亮 在备用情况下一个挡网 打个质量特别 贴着球网过去 尽管对方是三个人 再往前也看住了 再回放过来 又是一个将要打死的球 林雪瑞这个凤王 但是宏伟这么大的个子 手上的技术还是很细腻的 再低点一个勾对角 参云贺远风在打双打的时候 也很少这位狼狈狗 一片人仰马翻 这球还是没救起来 这球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 赛云 这是傅海峰和李雪瑞之间的很好的配合 把这个球由手转弓形成了机会 双方球 三不五 刚才这球就是很明显的配合 就是在他们形成三个人一条线进行防守的时候 傅海峰意识到对方会攻自己女同伴的头顶 那么他和李雪瑞之间就有一个非常默契的配合 李雪瑞往往前上 傅海峰去给他补后场 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阵型 4比5 这球又是李雪瑞跟傅海峰的好配合 李雪瑞呢 他确实是作为一个世界顶尖的女单选手的双打的意识 所以这场比赛里面是可以看出来的 你看那这个球在中半场轻重结合 一个软球放网给对方造成了麻烦 6比5 李雪瑞这个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起到的作用 就是他的一些软球放网 在节奏上对对方是一个破坏 李雪瑞都已经跑到边线外了去了 对方还是攻到他手里 7比5 8比5 8比5 3个人都押到了往前 这个球是沐海峰 李雪瑞加上蔡云 3个人都押到了前半场 8号球 6比8 8号球 6比5 8号球 可以来球比较快 李雪瑞准备不足 7号球 9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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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漂亮 蔡云霞和李雪瑞这一段的比赛 打的是越来越默契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轮转跑位 攻凶结合的这种配合 越来越默契 场上这六名选手也是中国羽毛球队三代运动员 老运动员是蔡云和傅爱峰 蔡云是1981年出生 现在中国羽毛球队的队长 然后中间这一波的呢 就是郭震东和于阳 而李雪瑞和洪伟是两个 一个89年一个90年的这种 年轻队员的优秀代表 正好老中青各有两名选手 大家的落点好 大家的落点好 89 19 因为3打3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团队项目 它就不再是个人项目了 这样就是怎么去发挥自己这边三个人的 每个人的优点 每个人怎么用 是特别讲究 转着防守 蔡云傅爱峰在防守的时候呢 就是采取男双的方式 好 红伟在后场连续攻 两个同伴都在往前 最后一条红伟在后场的进攻威胁 将球攻击 这个跟双打又不一样 因为对方往前两个人在封往 防守的压力就更大 这就我们前面说到的 这个你可以两个人在后场 也可以一个人在后场 两个人在前头封往 完全看自己怎么去组合场上的三个人 好 好 这是三大 这是因为配合不够默契 别看场上三个人 这就是三个合上 得水喝的一个典型 谁都不伸手 威力 揭发球威力 从场上的这配合来看 我觉得从这场来看 傅海峰跟李雪瑞互相的这个配合 目前比较有感觉 两个人能有默契 蔡云和李雪瑞 这配合还没找到感觉 现在这一局是宏伟郭震东和余扬这一边 11比9领先 到了第二局的健身 三打三比赛 有些羽毛球爱好者也在网上 找到了一些视频 特别是印尼选手的视频 这个麦纳基 奥运会冠军麦纳基和他的队友 进行的这种三打三表演赛 也是非常有观赏性 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把这种训练手段 推向赛场 20秒 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比赛方式 也希望能够成为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比赛方式 因为羽毛球现在奥运会的五个单项里头 男子双打明显是观赏性最强最受欢迎的项目 从五个项目金牌的分量来说 男子单打是最重的 但是从观赏性和 对不起 12比9 这比赛的激烈程度 好看程度来说 应该是男子双打 八八九 10比12 而三打三的出现呢 也使羽毛球的比赛方式 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 只不过由于它现在不是奥运会 11比12 和市场比赛的正式比赛项目 所以作为专业队呢 它没有人 不会有人专门去研究它的战术 但一旦这个单项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话 12比12 三打三的战术变化要比双打更加丰富 两个人的组合呢只有两种 或者一千 你在前我在后 但是这个变成三打三之后 组合按照数学来说 就应该变成六种 八草 好球 八草 十三比十三 这俞阳在防守的时候 这出手 很有隐蔽性 俞阳的封网好球 那边的防守也漂亮 李雪瑞马上来前往 好球 半分连续攻 好球 李雪瑞来补一块 好球 这些专业防守的比赛呢 一旦三打三 他们场上有轮软和跑位了的话 这比赛就更好看了 第一局呢就像我们说的 双方还是站着打 站位都比较死 随着第二局的进行 双方在场上 两边的队员都逐渐 越来越熟悉在跑位上 所以场上的轮转就比较多了 现在红队这边不起高球 即使被动也是连续地 利用低弧度球来平手反击 最终放行对方失误 盲着大球 十四比十四 这一球 红伟和郭震东坚持不起高球 尽管在抽档当中 他们的球都是向上走 比较被动 但坚持不起高球 最后迎来了机会 双方的抽档当中 双方的抽档当中 非常漂亮 双方的抽档当中 非常漂亮 我们前面说了三打三的是一种训练手段 这种训练手段就是比正常的比赛 要加快你的来回球节奏 增加攻防的难度 125 今天患伟在往前的时候 他的封王会比较大点 126 125 现在三打三的规则 在前面介绍了 还是按上双打的规则 就场上指定一个人 三名选手当中指定一个人 不参与发阶发 今天双方都是采取的 女选手不参与发阶发 这种选择 规则并没有规定 两女一男的三打三比赛 必须是女选手不参与发阶发 是三个人当中随便 指定两个人参与发阶发 一个人不参与发阶发就行了 这一段的比赛 红伟和郭震宗这边呢 他们利用中场的抽档 占了一定的优势 通过抽档 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机会 18比17 这场的三打三的比赛 应该让人感觉到 他的节奏还是挺快的 时间过得比较快 现在已经到了第二局的18比17 面对郭老师的大力扣刹 宇洋他们这边三个人下去防守 还是把球防住了 好 转入反攻 宇洋 宇洋大力扣 批掉一趴 还是宇洋在后场 这完全是以利之胜 一个大力扣刹打在网袋上 8-9 18 18 像刚才这个球又是李雪瑞 在防守的时候他退到了场外 躲到了场外 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手球比赛 换换他的防守队员换上了 今天在这场三打三当中李雪瑞的主要的作用 他就是一个进攻队员 防守的时候又就靠两个奥运金牌 4-4市紧赛的双打冠军的蔡云范和两个购 长点20比18 这就是三打三的战术变化 他应该是比双打要多得多 红尾 郭敬东和余阳这边还有一次机会 20平 20比20 这球是男双的作用 这完全是蔡云和阮阳两个人 在双打动中的默契配合 从发球发击发开始 这样主动 有机会 一个软挡 蔡云杀球的这一下 这一下要求赤狼太着急 21 想一下把对方杀死 林雪瑞在场上的作用很明确 他就是通过抢往来给两个 能力很强的男同伴创造竞争机会 创造竞争机会 现在到了关键几分 蔡云富乃坊就开始用上了一些 男双手他们常用的配合 偷后场 走球 比赛结束 小姐是突然偷一个后场 宏伟是準備不足 現在這場3打3的比賽 是蔡英 布海峰和李雪瑞 這一方取得了勝利 他們2比0戴上隊長 今天這場3打3的比賽呢 是在體育上的羽毛球直播當中 在記憶當中是第二次出現 上一次是在2008年 對內的湯杯熱身賽上 也進行了一次3打3的表演 這是時隔4年半之後 我們又一次在體育頻道的轉播當中 大家看到3打3的比賽 在我的記憶來看 今天這場球由於有 四個奧運冠軍參加 再加上郭震東和宏伟 這樣的世錦賽八強選手 所以今天這場球打得 尤其是第二局 相當地好看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在現場 頒獎的情況 電機前的觀眾朋友 在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大家好 我是中國羽毛球隊的 傅海峰 在新的一年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 大家都來打羽毛球 哈嘍 大家好 我是中國羽毛球隊的王小禮 在新年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 然後祝湖北的湘辛富老 新年快樂 我身體健康 大家好 我是中國羽毛球隊 羽毛 在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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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请东莞四朗时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圆美成绩人来为我们的冠军来颁奖 谢谢你们对比赛的支持啊 好 让我们的选手们举起他们手中的纪念碑 让我们再听听大家热烈的掌声 谢谢你们为中国羽毛球事业做出的贡献 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感受 谢谢各位 好了 接下来 谢谢大家